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又到桑普論證的時間 其實我身心不是很想講這宗新聞 但每天都有新的事實湧現 就是關於劉世良的事 我想這一節都會講一講新的update給大家 有些人不太喜歡看字 不太喜歡聽聲音 聽我說話的 我希望藉著這個平台 轉述一些重點給大家聽 這一節如果做得太長的話 我會剪成兩節看情況而定 亦都會分析一些法律的觀點 即是從法律點去看515 5月15日劉世良的辯白 因為4月28日 他有一個鏡頭下的歷史 關於南華早報七分多鐘的一個影片 大家都看過 我當然看過 他說很不滿意 得到五萬人 希望增加到十萬人 大家報他 又是講電擊流量 中國說流量 香港說點擊 whatever 希望多些人流量 即是看 大家看不看自己決定 我看過 就不會再看 不想再看 眼睛都冤 接著我看一次 就是515劉世良的辯白 他做了整個節目 通常的節目是整個小時 他去到43分50秒之後 開始花了大概20多分鐘的時間 之後做了他的辯白 做了他的一個反駁 這個反駁 內容是甚麼呢 稍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可能居細無謂這樣看 自己去講一下 我抽一些重點和大家講 或者我覺得有爭議的點和大家講 他做完這個之後 再剪這一節出來 變成一個獨立的一個video 一魚兩吃 不要緊要他自己賺錢的方式 他喜歡怎樣做 我怎樣做 無所謂的 這個是 就算我都可以這樣做 這個是他有權這樣做 這個我不會批評的 我批評的點是甚麼呢 他裏面講的東西 事隔這麼長的時間 超過兩個禮拜開外 那 即是半個月以上的時間 接近20天 接近20天的時間 再次這樣發聲 這個發聲的話 第一 It's a bit too late 他是講得很詳細一些點 而我會覺得是 very lousy too lousy 即是裏面有些東西 是泛薄的 還有你juicy到的位置 提出一些新的事實 OK 新的事實 最後一尾呢 就反咬自己一口 我怎樣這樣講呢 我在法律分析的部分 好好跟大家講 我先將事實 roll out 給大家看 那大家就知道 究竟是甚麼事 我再次重申 我這個地方要重申 我跟劉先生之間 素不認識 素昧平生 沒有牙齒人 也都不是跟他有仇的 也都不是公佈私仇 我跟他沒有私怨的 也跟妒忌 和這個 善慕 甚麼中國文化 DNA 小龍DNA 產品主義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跟Anthony Giddens 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 今天的事實真相是甚麼 以及法律上是甚麼 很多人都專注在 誰跟誰有仇 黨和佛儀 我上一集都講過 三大誤區 他事願 共產黨的陰謀 或者是說 善慕妒忌 導致他這樣 我們三樣東西 我覺得很荒謬 你這樣叫做陰謀論 蓋姆子 我們直接討論法律問題 比較清晰 我想事實真相 從事實真相 去抽取有關的issues 議題 去探討法律的重點 我覺得相當重要 有多少分證據 講多少分話 就算沒有證據 他admit了一個fact的人 我們就順著他admit的fact去看 我基本上 我都不爭論他講的事實是甚麼 但有些事不得不話 兩個版本 即是家屬的版本 即是消失的檔案的facebook 所提到的一些事實 跟劉細良之間的版本相距甚大 那有些事實究竟誰有利的話 可能有些是cloudy的部分 即是不知道誰有利的部分 但有些事我們要提出來 劉細良反駁的重點是甚麼 還有legal issues 那legal issues未必是第一節 可以跟大家講完 我希望就是順著講 講到哪裏 就停到哪裏 劉細良就很煩這樣一用 就說人家偷東西 或者叫人騙東西 那你說要禍解 又給封禮時 適是令人得 但是他認為 說他偷想做賠償是不可以接受 OK 絕對不可以承認偷 他覺得如果做賠償給錢 給錢補償 適是令人 例是封一降 沒問題 單 他不可以在這個情況下附加的條件 承認他偷東西 或者騙東西 OK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第二 他frame到整件事 是一個商業糾紛 有問題的就是交法庭處理 既然是這樣 那你覺得是人家誹謗你的 是不是要交法庭處理 他說是的 他說所有對我誹謗的人 我會採取法律行動 他不是可能 他說所有對我誹謗的人 我會採取法律行動 那我看回 他究竟 什麼時候呢 很多天了 這麼多人說過你 批評過你 你說這麼多人誹謗你 那我看你在哪個時間 哪個地點 什麼時候 哪個時刻 採取法律行動 你做不出的 言必言行不一致的話 我更加看不起你 所以很多的一些 他的鐵粉支持者說 你們批評劉世良法庭告 在輿論公審做什麼 那你用同樣的邏輯 我不承認這個邏輯 如果你有這樣的邏輯 你用同樣的邏輯 說回給劉世良夫婦 你不要輿論公審 不要開個515節目 去告人 出什麼515節目 20分鐘 多什麼 應該去法庭告 應該這樣說給他聽 同一個邏輯 同一個標準 不要在這裡 雙重標準 我沒有這個標準 你有 請你一致適用 這是我想說的 另外 我們看回 我都說爭論的其中幾個焦點 就是 第一 喬叔有沒有同意 他再次 多次重申 跟喬叔之間 是談過的 是有同意的 他首次說到 在2017年中 8月中 劉世良當時在溫哥華 喬叔當然在溫哥華 打電話給劉世良 用粗口罵他 問他為何靜靜地 偷了照片來出書 為何會有這本書 他說對之前的失勢益 因為據劉世良所說 劉世良之前跟喬叔 談好了出這本書 當然他認為 他的版本就是 喬叔是先發起人想出這本書 他的二十分鐘仔細聽 陳喬先生想出這本書 問我 劉世良 我劉世良 那些人呢 就去到南華早報道 去拿版權 而且 自己要先勾十萬元 去製作 十萬元他沒有說港幣還是加幣 勾十萬元去製作 也都不知道 是不是賣得 所以他承擔商業風險的 但是呢 算了 是不是 有前輩叫到 就這樣做 勉為其難 就是難為你了 人家要求的 不是你發想的 不是你發起的 是人家要求的 印一千本 扣除成本 收益很少而已 他說呢 如果知道喬叔 要跟他拿十萬 十萬加子的話 他根本不會出 根本沒有收益 他說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的成本高 因為呢 要硬皮 精裝 不可以去中國印 只可以去香港印 那至於香港印的成本 當然高 這個就是2017年的他這樣說 有什麼好說呢 大阪人 我認識到一大堆出 不止一個 還有好幾個出版社的老闆 他們基本上對香港印書 有什麼出奇呢 是嗎 好了 這本書就是 他是這樣的做法 我們都是哪個地方人 我們都是成本多少 OK 他的意思是 喬叔出這本書 我被動地要求 被要求 我於是去找南華左部老闆權 什麼都是我做的 蝦也是我 蟹也是我 什麼都要我做 那我就用電子出這本書 之後收得回 我都不知道 是有商業風險的 多難為情 多慘 多令人覺得 哎呀 很同情 最需要喬叔要求你 你要還這個 即是你要答應別人 沒有辦法 第一 你可以不答應別人 你這麼慘 你就不要答應別人 你的商業風險 就是你自己考慮而已 是嗎 你這本事你都沒有出 覺得賺不到錢給你出 出來做什麼 沒人逼你出 喬叔拿了這張資料 柳世良 你幫我出這本書 是不是這樣 第一件事 是不是喬叔叫你出 這個是重點 如果不是喬叔叫你出 這個開始這一點 你已經在說謊了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如果不是喬叔叫你出書 是你自把自為的 或者 你有跟喬叔說過這個計劃 都是你主動 人被動 整個事就破功了 所以你515這段的影片 大家下載了 有了 下載了 喬叔想出書 是整件事的 印爆點 之後才有什麼 Joy Snip 那些後面的東西 OK 第一 第二件事 他說他沒有偷USB 再說的話 就是誹謗 偷人 說人家偷人東西 那個人要付舉證責任 OK 他說這個指控 完全是無稽之談 是一個不存在的指控 他認為從來根本沒有存在過USB 從來根本不存在USB 他說 你家裡不見了USB 就說我來偷嗎 大家評一下你 我待會會讀 有羅恩惠新近的兩篇文章 在這個連續兩篇 在16號兩篇 和大家分析一下 這就是重點 USB 是否有喬叔手上交給世良呢 我們沒有否認過 控方 或者指控的人 要付舉證責任 舉證你又偷野 但是事實有些admitted facts 就是說 現在的手指是真的不見了 那不見了 是否當時候 喬叔 last look last touch 就是他把這個手指給你 那這個是哪個遺證 你看回前幾天 岑爾蘭 和羅恩惠的對話 OK 這些是有人證 說出來的這件事 起碼有一個 就是witness 他在說這件事 起碼不是witness到你偷的過程 他是把喬叔那個 說回喬叔說過的一句話 你可以說喬叔一面之詞 生安白做 證據不夠強 但這件事 起碼是一個間接的證據 起碼是一個證據的一個 所謂的 一個叫做可以 呈堂的evidence去說 你不是辯駁 人家怎麼會這樣說 而且人家不是孤正的 是幾方面都有說到這件事 喬叔的家人都說到這件事 遺物裡面插不到USB 而這個USB就不見了 OK 那麼當時候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是爭點 OK 這個都是願意未決 我先放在那邊 一些要爭論的我先放在那邊 這裡的確有爭點 雙方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舉證責任的 要指控劉細良的一方 這個我不會爭論這一點 但從common sense的角度 喬叔沒有任何的動機 要鬱你這一點 對不對 而USB在哪裏呢 現在真的不知道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在這個位置上面是 但有其他位置上 不是這樣的 第一 劉細良再次一開始 在編手那裏強調一個簽書會 簽書會其實是不存在的 他不斷說 喬叔是有被送書 去到家門口裡 即日上載FB這張照片 劉細良親自去喬叔家裡 送書給這個喬叔 那麼這代表什麼呢 送書代表同意你 對不對 跟著簽名的地方 那不是簽書會 從來都是子虛烏油 而劉細良承認 即是基本上 記協沒有再扮攝影戰 他 sidetrack了這件事 現在那個簽書會 他開始說 簽書會同讀者簽書 你自己想一想 我不想再說什麼人名 事實的事 有待很多有關的人士 自己去澄清 或者等到大家一起去講 那場新碎畫的茶局 不時簽書會 不時簽書會 我再說一次 不時簽書會 待會我會將 羅恩惠他的FB文章 講到這一點 再跟大家講這件事 OK 跟著呢 劉細良自己開始 已經開口盯著 他說有南華早報的授權 和喬叔的同意 南華早報授權 看得到 喬叔同意 看不到 後面他說 是基於口頭協議 我再說一次 這個呢 第一 沒有口頭協議 同意的東西 即是同意 同意書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張遠亭 那個導演 那個級十九歲的我的爭議 或者看回中大的一些爭議 所謂的協議 和同意 是兩件事 授權 同意 license 或者approval 或者authorization 通常叫license 這個license的話 最好書面寫 你做出版社 為什麼沒有寫書面的呢 這是一個行規來的 是常規來的 為什麼你不用常規去處理呢 口頭協議 第一 有沒有存在呢 這個是一個 我會覺得是很 這個一個羅生門的東西 你問我呢 喬叔沒有任何的理由去騙你 請我會講到這件事 口頭協議 是不是存在的 請我會分析法律 就是說 頂多請問同意書 而同意書 什麼叫做授權 哪幾種 而本案是哪一種 這個要仔細做法律分析 OK 而這個他首次承認 是沒有白紙黑字的授權 即這次呢 strike out了書面授權的可能性 他都承認 是沒有書面 喬叔的同意 但他說呢 他整篇515說的話 是拿過南華早報的授權 以及僑叔的同意 我先不要說說 法律上要不要僑叔同意先 他再說多次 如果他真的說謊的話 是miss rat來的 他認為他有僑叔的同意 這點呢 已經是釘 板上釘釘 已經很清楚 OK 另外他說呢 出書後 圖片提供的證據 出書後的圖片 提供了什麼證據 提供了你盜版的證據 提供了什麼證據 提供了他已經獲授權的證據 哇 真是有趣 是吧 這個真是很荒謬 好了 接下來幾個重點 那麼 他後面很多的一些東西 都在說舉起一本書 好像我那樣 舉起一本書 先拿別人的書 這個是丁南橋 我希望大家可以買 這本好的書 小燭光 那你揭起這本書 最最後 一定會有一些 裡面有一大堆的字 那我告訴大家 ISBN旁邊有定價 定價有 300元港幣 300元 看到嗎 300元港幣 上面也有 葉封底 他展示封底給大家看 封底也有300元 300元 然後裡面 那個 最後那個葉底 也都有300元寫 裡面有 外面也有 就是這樣 他這樣跟大家說 他整件事只是 approve 一件事 就是說 我把這本書 我給這個 南華早報 approve 的嘛 那你不知道我是有償出售嗎 你不知道我是賣錢的嗎 你 waive了我的license fee 你那個時候 你不知道 這些是賣錢的嗎 各位 南華早報 沒有必要 也都不可以說 你給了別人的東西 別人看過了所有的東西 譬如說 一日到刻 你們很多人 發電子郵件 發電子郵件 Facebook 留言給我 YouTube留言給我 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責任看完 我雖然說這個說話 在香港人客 你不看我的東西 其實我也會看的 但我有權去看 我其實很多都會看 但我真的沒有責任看 我不是under any obligation 我不是under any obligation 去看的 我不看 不會違反任何道德 法律的問題 對不對 今天南華早報看這本書 只是一樣東西 它one issue and one and only one issue 你是不是符合 它原先的 要你去出書的目的 是不是 即是基本上 跟它的授權 是一致 它的授權一致 就是在於 你可以為喬叔的觸手 這個動機 這個涉及到你的motive motive 在法律上在所不問的 就是你 義務幫喬叔出書 可能知道的 那你基本上 就拿了這本書來看 看看 這些是不是 喬叔的照片 是的 不出一出 也都是 即是南華早報授權的內容 有沒有超過400 400張先 沒有超過400張 不是4千張 400張沒有 沒有超過 因為那個協議裏面 有這個固定的數目 這個照片 對了 數一數 剛剛數 其實總共是200多張 待會我會說到 那你沒有超過這個數目 那現在都OK 那就OK了 請問它有沒有逐個字 去看你的罪言 你有沒有看你封底 究竟呢 你那個地址 ISBN號碼 甚至沒有定價 其實都要 approve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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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它是給你的號碼 你自己跟 跟著你 你賣多少錢 它沒有 approve 你的錢的地方 第二 我都出過書 劉先生 很多書 都是免費去發的 都寫過價錢 在這裡 寫過價錢在書底 和封底 不代表真的拿來賣錢的 喂 我看過幾多 香港現在倒閉一顆 可以說一下 建山書局有賣一些書 甚至我看到 譬如以前 某些出版社都出版一些書 我不說出版社 都很傷人 會揭發別人的東西 他們都免費派給我的 他說 桑普 這些我是免費印幾千本 建山書店沒有的 其他有 印幾千本 千幾本 逐本派給你 我們不計成本給你 後面呢 都有寫價錢的 不過呢 我們不賣的 寫出來 就是 給大家看的 其實 裝架構的 其實是不會賣的 所以你只看到這本書 封底和封 封 後面有價錢 不代表 別人approved 你可以謀利 也不代表 approved這個價錢 第一 不代表它知情 第二 不代表他approved這個價錢 第三 也不代表你真的拿這本書去謀利 行不行 懂不懂 不要這麼simple 不要這麼naive 才行 要湊下米氣 知道我們 一般社會 如何運作 為何要這樣寫 有很多原因 因為譬如說 你有稅務的問題 是不是 譬如說 你也要保留一個權利 以後可以去賣的問題 第三 如果一些政治書目 別人要抽證 那你是不是完全是誰給你做政策 你不賣錢 你不是商業作品 你不是政治宣傳 別人會這樣說 所以這些是避免爭議所寫的東西 不代表他真的拿這個錢賣 就算他三百元 外面標到二百八十 二百元賣的在座 在座有 減價打折頭的 難道每個減價打折頭的 都要問南華祖保羅的授權 你想想 你說這些是完全荒謬的 是不是 跟著下來 就說 他講到 就是說 喬叔是知情 這個 喬叔的知情 是在於 他有同意過這件事 劉世良就說 已經給過封面的顏色 給喬叔看 喬叔看了之後 才把光碟 把照片寄回來 給劉世良 這就是劉世良講的版本 就是他有喬叔的同意的重要根據 是這樣 我再重複一次 你說的這些三百元 是說南華祖保的 我聽過一次的了 五一五我不需要 不想聽第二次 你說過 三百元是南華祖保知情的 我當然覺得這個 剛剛講過南華祖保沒有授權給你 但你都是南華祖保知 跟喬叔沒有關係 喬叔真的不知道你賣三百元 原來你說的什麼呢 你把封面的顏色 即可能你還未印的 我不管你什麼 原先的藍本 即是Blueprint 清樣就更好奇 我先說你本書面的顏色 譬如是藍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 你先給喬叔看過 給喬叔看過 你知道他的顏色 就知道你要出一本書 所以他就把照片寄回來給劉石良 那這個有幾個重點 第一 喬叔是否真的同意 還是借照片給你參考 是吧 第二件事 你說喬叔是送照片給你的 他送照片給你 基本上是 為何要送照片 你不要還回照片給別人呢 第三 送照片給你 其實他不是授權你出版 喏 兩件事 譬如說我現在 這本叫小燭光 你很想看小燭光 很想看我的照片 劉石良想參考我的照片 你說和藍燭在談 可以將他授權你的書 去出版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不知你怎樣 你想看這些書 我都很願意分享一些給你看的 見你年輕人 給你看看 我寄了一本書給你 我手上 假設 我去丁蘭喬教授 然後我呢 就出了一本小燭光 我呢 將它寄給你 你自己看看 我寄給你 不代表給你去抄 出版 我要還的 你說我送一本東西給你 那你根據去哪裡呢 就算你說我送一本東西給你 我都沒有授權你去出版 這本書是丁蘭喬教授送給我的 他沒有授權我去出版 那你要告訴大家 你被授權出版的basis 是變成什麼嗎 可以嗎 舉證責任在劉世良身上 taught OK 劉世良就說 絕對不是借給他參考的 現在就說 消失的檔案 FB就是把他歪曲成 是借給劉世良參考 尤其是關於獎女聲明的地方 借給他 這個是錯的 這件事呢 是兩個有爭的地方 但是這個借和送 怎樣都好 都妨礙不了事實 究竟劉世良被授權 出版的basis是什麼呢 沒有說到 所以他跟你打個迷糊仗 這些是吵架 整個詭辯術的重點 這個是典型的地方 他有沒有授權給你的重點 你不說 你和大家說是借還是賣斷給你 那件事呢 是一個前置問題 但不是核心問題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 劉世良重新說 他沒有說過 免費是為僑叔賀壽出版 免費出版是成為僑叔賀壽的禮物 他說由始至終 這個就是要賣錢的 所以他剛剛說 他的東西就是商業的 所以說 賣到的錢 挺有趣的 我問你了 好了 當人家授權給你 相片也不是你拍的 三十年的相片 全部都不是你拍的 你可以來賣錢 喬叔認識你多久 我問你了 你拿別人的相片 我當喬叔全部授權給你 喬叔全部授權給你 你和大家說 你的錢可以自己賣自己袋在袋裡 是你的商業決定 讓你做生意 怎麼跟你合作呢 我就問了 以後各位 無論你是否支持劉慎也好 你真的不要讓他過一棟 你借你的東西給他 他拿來出版了 他自己要賺錢 你在說他的時候 他還會罵你 說你是貪錢怪 世界上有些這樣的人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了 講到他這個 記協那些 記協那些 你自己看 關於 講岑爾蘭的故事 扯到張家瑋 斯蒂芬康那些 你自己看 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不可以這樣 空言別人說 你的指控是錯的 你要指出別人所說的哪一點 是失實 到今天我們聽不到任何 他指控別人失實的地方 他唯一去辯駁的地方就是 他不是偷 不是騙 但是這些說法 會令人非常空虛和怯 各位 在法律上 侵權行為 其實是無需證明你是偷和騙的 我再說一次 一個侵權行為 是無需證明你是偷和騙的 只需要證明是未經授權 未經有效授權 而出版出售 已經足夠了 偷和騙是刑事行為 行不行 聽不聽得明白 不要這麼simple 不要這麼naive 民事侵權行為 關於知識產權 或者智慧財產權的侵權行為 在於你是否未經授權去出版 在一個copyright的分析裡 有兩層分析 第一 你是否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即是別人的東西 你拿來未經授權而出版 OK 那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如何他未經授權出版 好嗎 是肯定是100%肯定未經授權 第二點就是什麼呢 就要證明 你是沒有fair use的 沒有公平使用 什麼公平使用呢 它有四個條件 其中我記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喂 你今天用 不是用在公益用途 是用在私利 而且你做的東西是收錢的 OK 這樣呢 你就很難說是fair use的了 fair use是一個defense 是一個抗辨權 如果我有infringement but 我有fair use的話 我就不會犯法 不會成為torch torch就是侵權 OK 如果我有infringement 也有fair use的話 那我就不會犯法 如果我有infringement 沒有fair use的話 就不會犯法 可以嗎 本案 你很難成立fair use 因為你賣錢 你承認嘛 都說這20分鐘的短片 很清晰地承認這一點 沒有fair use的 沒有fair use defense的 你infringement 你是侵權 那我說為什麼是侵權呢 跟大家講一講 一個基本的道理 這一節呢 可能比較長一點 我講完這一點 這一點是重要的 我先將這個最重要的一點 跟大家講一下 免得大家 會有任何的其他疑問 下一節呢 先再recap 羅導演 他在facebook最新的一些事實的分析 那些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第二節 我會繼續講一些重要的事實 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先講 我怎麼看這個法律的問題 我想這個比較關鍵 我知道很多人想聽 大家要知道就是 我對這件事的回應是兩點 我也是昨天大概24個鐘頭前 18個鐘頭前 放在facebook裡 第一 今時今日呢 你仍然提不出 你附舉證責任 但仍然提不出 陳喬先生口頭授權你出版的 出售的證據 提不出 你講的簽書會本身是子虛烏有 你根本是一個不誠實證人 再講 你講的這個 授權你出版的根據就是 他看過封面顏色 然後將照片寄給你 接著你就說 坊間將他歪曲成 借給你看 其實不是 是送給你的 那 第一個問題 喬叔有什麼動機要送給你呢 你從一個common sense 你從一個陪審團 common sense 想一想 喬叔怎麼送給你呢 一定有原因 他又不是收你二分六 他怎麼送給你呢 又不是認識你很久 喬叔2006年 已經透過鐘喬互助會 在加拿大出版了這份攝影集 圖文並茂 沒有任何動機 再另外出版一份 圖文幾乎完全相同的攝影集 超過九成半都相同的攝影集 他為什麼要這樣出兩次呢 而那本2006年如果要出的 就加印就可以了 加印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授權給你 是出一本書呢 加拿大的書 有國際書號 不可以賣去香港嗎 台灣出的N這麼多本書 不會在香港賣嗎 為什麼還是要多次一舉 接近90歲人 就要勞思動眾 找你上書局在香港出一本 95%相同的攝影集呢 況且 陳喬先生和劉細良本不熟悉 也沒有任何動機請求劉細良協助出版 也沒有任何的誘因要給他賺 喬叔是不是先被誤到 以為你是不謀利而授權給你呢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甚至認為喬叔根本由始至終沒有授權給你 這個我比較傾向相信的事實 是你今天劉細良 要告訴大家 這個授權根據是什麼 成為出版社的老闆 你接受人家授權是根據什麼的 我看到劉細良在影片中說 因為陳喬想要劉細良協助出書 劉細良才去南祖拿回的版權 講到陳喬自己有意地做的 不是你去撩喬阿喬叔 不如我幫你出一本書給我賺錢 你沒有這樣說 你說喬叔想出書 找你去出書 於是你勉為其難 冒著商業風險去南祖拿授權 是你說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違反常識 除非你有更 我歡迎這個refutable 我歡迎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不是的 陳你講一個合理的故事給大家看 你在這裡燙衣燙燙燙燙了十幾天 燙出這樣的屎故事給我聽 完全是前後不合理 整件事一開始已經不合理 從開始已經不合理 這是第一 提不出喬叔授權劉細良出版的口頭授權證據 第二這個關鍵 即使是 我認為他已經是口頭授權 當然我不會這樣相信 即使 假設 陳翹真的有口頭授權劉細良出版 才不爭論這一點 這種口頭授權或者同意呢 是口頭的 是免費的 是無償的 償就是報酬上還的償 無償的 性質上也不是一份合約或者協議 這是一份同意書 授權書 license 它不是一份合約 喬叔沒有拿錢 沒有約因 沒有對價 沒有consideration 而且 同意你出版 本質上 是個同意 我沒有收錢的 我不是取得合約 雙方談好條款 我同意你 有一定的條件 OK 或者一定的情況 這個情況要怎樣 首先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同意不是合約 不是協議 不是agreement 不是contract 它是一個什麼 license 不是license agreement 它是license 是一個授權 是一個許可 是一個同意 可以嗎 就是我同意你 我同意你 在某個人可以用辦公室的一個辦公 這個沒有跟你簽合約的 簽合約的license就可以了 這個同意可以是書面的 可以口頭的 OK 譬如說 A女 我怎樣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譬如我家裡有一個花園 你有一天想 放一個小時 一些BB車在這一格 可以抵達到 OK 我說可以 沒問題 你放吧 這個鐘頭可以給你放 那我就有一個限定 你可以做什麼 在這個鐘頭 你可以做這件事 很清楚 這個授權 同意 我們之間沒有合約關係 我免費給你放 是 借給你用的 這個合約 在英美法上 common law上 不算合約 OK 我同意你這樣做 是口頭的 是無償的 因此 這種所謂的授權和同意 是可以隨時被陳翔撤回的 我再說一次 因此這種口頭的授權和同意 是隨時可以被陳翔撤回的 這個怎麼說呢 我們做律師 這些事情要很小心 我們做公民 這些事情要很小心 我們說所有的license 許可 一定是書面 書面 通常會寫以下幾個字 什麼license Perpetual 永久的 講到時間 OK 教大家法律 Perpetual 永久的 第二 Global 講到地域 如果你不是Global 就是in China only 或者in Hong Kong only 或者in Taiwan only 你可以這樣說 Perpetual 時間 要說明 永久的 Global 全球的 跟著 unconditional 不負條件的 第四項 irrevocable 不可撤回的 不負條件 就不會說 我這件事 是要滿足了一二三個條件 才授權給你 不可撤回 就是我授權給你之後 永不撤回 不做彈工手 第五項 Fully paid up 第六項 Royalty free Fully paid up Royalty free 其實基本上可以說 免費 不可撤回 詳細的 你可以看有關的 Wiki 講兩個字 有什麼分別 我不跟你教這些法律 這六個字 再說一次 Perpetual Global unconditional irrevocable irrevocable Royalty free Fully paid up 的license 是一個magic words 如果你認為這些 重要的事情 也有很多其他會議 Soul and Exclusive 這些都是重要的 我們做律師的話 就叫做 獨家 及排他 的授權 什麼叫獨家 和排他 有什麼分別呢 是有另一件事 我真的要開法律課程 跟大家教這些 這些 這些是每個字 是有意思在裡面的 我先不要說獨家排他 這些做很多東西可以學 我只是相信整句話 插一粒字給大家聽 就是irrevocable 不可撤配 這件事是所有 你和別人簽入的協議 尤其當別人 免費授權給你的時候 必須要寫清楚 此授權不可撤配 這個授權 你說不是Perpetual 你可以寫有效期 你說不是全球性的 可以寫明哪個地位 你就define這些東西 這是合約 你沒有寫清楚這幾個字 不好意思 你是完全 如果律師來說是失職的 你本身也都審閱文件 不察 有漏洞的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公文科 如果你是書面的授權 書面的授權 書面的授權 你寫清楚是否revocable 或者 irrevocable 根據這個來判斷 如果你書面上不寫 什麼都沒有寫 我告訴你 是可以revocable 因為common law 怎麼看這個license 它是看你定立 as is as of 你簽名的那個日期 或者這份授權 那個時間 是那個時間 它同意你 不是同意你 永恆的 行不行 不是同意你永恆的 是as of 那一點 它同意你這件事 同意了你 一日 兩日 三日 它當然是被斑 你也可以出版 當它到第五日 它說 可以revocable 可以revocable 它是不是有權這樣做呢 它絕對有權這樣做 我再說一次 它是不免費的 它書面上是沒有任何的字 它是irrevocable 那沒有意思 是revocable revocable 基本上是任何法庭 你告訴我OK revocable 所以每位做出版社的人 基本上都要拿到這個 基本的授權 這個才是 真的做法律上 應該要做的事 這個成熟的出版社 應該要這樣做的事 剛剛那些magic words 應該放回去 你沒有 你沒有 他們說 我做得不夠好 不是騙和偷 我再說一次 我不跟你說騙和偷 不是怕你給我誹謗 我不跟 因為這個無關 那件事是更高層次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的事 但我說侵權 只需要證明你 沒有授權就夠了 我就說 即使他有授權 喬叔都可以 都可以授權 如果他寫一個書面 沒有寫都會 都可以授權 都可以授權 何況是口頭的授權 口頭的授權 究竟是隨時授權 不是口講無憑的問題 我口講就算你錄了音 錄了音 我是授權給你了 但我幾日後 幾個月後 幾年後 一個時間 我可以跟你說 我不再授權給你 麻煩你切 那你說 今天很傷 我引起所有的東西 我要切過去 不好意思 你原先的授權 你沒有搞清楚 人家的授權 真的隨時可以授權 不信 你問問張婉婷導演 級十九歲的我 英華女學校 你拍足十年 十年之後 那些學生說 我不想 我不想在這個地方 我不喜歡 我不要授權給你這樣做 你就是被人家 搓到 暈了 因為為什麼 那件事都有書面授權 還好過你 劉世良 現在你說口頭授權 說真的 現在就是在說 人家根本不相信 你有口頭授權 因為喬叔沒有任何動機 要口頭授權你 我說 即使有口頭授權 有書面授權 沒有說清楚 revocable or irrevocable 的這份licence 張婉婷導演 都穿得沒有切 至少我會覺得 我對張婉婷導演 有幾分尊重 他有做錯事 他的一些朋友 去拿這個金像獎的時候 都說 上了才算 那這些太囂張了 後來他都 走 即是我覺得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言 雖然他深深不分 但行動上 我appreciate 張婉婷導演 為甚麼呢 他都切 他都肯去改過 肯去補償 肯去說 肯去說 你劉世良不是 我都不跟你性格 騙和偷 我沒有跟你說 要性格的話 可能更多證據拿出來 在未我講這些證據之前 我先講你 侵權 OK 侵權這件事 你沒得理的 喬叔已經清晰撤回 我開始還擔心 喬叔哪個時候 跟你說要revote這個licence 我那時還擔心 但不是 劉世良這次出來 7 他講甚麼呢 你自己講的不是我講的 所以你越開咪 這些東西越有趣 所以我鼓勵你繼續開咪 他講甚麼呢 2017年8月中 劉世良在溫哥華 喬叔就是用粗口罵他 為甚麼正正地出這本書 跟著呢 劉世良就解釋 幾個禮拜前 送過書去你門口拍照 他講喔 讀者還喝茶簽書喔 喬叔繼續粗口罵他 粗言畏語 接著劉世良就是誤會啊 於是兩個人呢 相約在溫哥華一間中式酒樓見面 喬叔就說 你偷了我的東西 你要賠償 劉世良就說 喬伯伯 下山幾百字啊 喬叔就說呢 我要你十萬元加幣 我要你十萬元加幣 後面還有中橋互助會的一些人呢 可能會出面跟你說話 喬 這件事我先不會說真相如何先 大家不要浪費去十萬元加幣 這件事 這個真假 講真現在 講死人的事 那你怎麼說都可以 是不是 也不要浪費去中橋互助會 覺得好像 被人家煽風點火 這些共產黨外圍組織 其實它是加拿大的NGO來的嘛 那你說有沒有中國勢力滲透裡面 可能會有 也都事實上是有 但這件事跟這些完全無關 是不是 我想你就要搞清楚這件這樣的事 是不是 這件事跟這個 中國滲透 共產黨滲透 這個 我想是沒有關係 我只是跟你講一個法律問題 我今次只是跟大家講一個法律問題 即使喬叔有口頭授權利 他是隨時撤背 而他已經撤回了 因為他兩次 一次打電話給你 2017年8月中打電話給你 說他反對再出版這本書 2017年8月中之後 約他出來一個中式酒樓見面 你偷了我的東西 你要賠償 基本上意思就是說 反對你繼續出版這本書 這個你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不是我說的 是不是 消失的檔案 之後的兩篇文章 就在我們第二節會講到 都只不過是講到 喬叔和委託中喬出一份的聲明 就是反對劉勢良的什麼 但是這份聲明 沒有將他向劉勢良 傳送 所以你很難在法律上說 他反對過你這樣做過 但你劉勢良 5月15號出來的這個video就說 喬叔清清楚楚兩次 反對你出這本書 這樣就不是revocated revocable license if any was revoked 那revocable的時候怎麼樣 你不是即時由歌的時候開始 8月中開始 你不可以再出這些書 不可以再出版 發行印刷 出售 全線撤回 蕭毀 不是去到2024年的今時今日 還拿這本書出來 封面什麼啊 封底什麼啊 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什麼 你沒得博的嘛 大哥 不是大哥的 好像我的小弟 劉君 不是吧 你堅決為侵權道歉 是不合法 不合理 和不合情 你可以繼續拼詞狡辯 但每次拼詞狡辯 你都自己將自己一軍 因為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是嗎 你還說到 你在5月15號的事情 有人 有人 你沒有說哪個人 有人 打電話 滋擾 劉先生 劉細良的家人 說劉細良欠債 劉細良很生氣 因為那個是外父 外父比喬叔當時的年紀這麼大 家人很慌張 劉細良很憤怒 於是他生氣了 不再溝通 他唯一承認 就是處理得不夠好 可以協商合適的價錢 然後整班的粉絲 鐵粉就說劉細良在片中有道歉 喪普你有沒有看過嗎 他道歉的位就是說 我處理得不夠好 可以協商更好的價錢 按照這班鐵粉的說法 你不就在法庭告他 在輿論上打仗什麼 是吧 那為什麼你當時2017年的時候 你不告那個有人 是吧 有人 就告他 你應該那些粉絲要同一個邏輯 想起 老根燒壞在哪裡 同時這些滋擾和喬叔有關 這些人 諸門第一 這些東西是不是事實 我存疑不論 即使是事實 即使假設是事實 跟喬叔本案無關 很多人喜歡剝一些juicy的東西 看看是吧 多壞 用這個方式抹黑你 用這個方式來sidetrack一些東西 甚至說一句 欲言有止的東西 後面組織的人我不認識 就覺得 後面這個中橋互助會組織的人我不認識 但知道組織的背景 就是想拔劍 有中共勢力滲透的 是不是想說這件事 要說你就說清楚他 於是我覺得我就拒絕 就好像自己怒劍笑狂沙 知道陳喬突然之間反轉豬肚就是什麼 肯定是否後面有人擺佈的 他不要這樣說 我不會誣他 他在暗示 一個人的思考方向 要是思考陳喬是一個懵懂 懵懂懵懂的老人家 講完的話自己不認 要是你在暗示 陳喬背後出現了一股勢力 的中橋互助會 那個中橋互助會 那個中橋互助會 是拒絕陳喬來搞你的 這兩個暗示 第一個暗示的話 我想你哪個暗示 你就講清楚他 你不要單單打蛋 我跟你在那裡講這些 我只是說中橋互助會 有沒有中國勢力 那種中共實力在那裡滲透油 但喬叔絕對不是中共的人 也都沒有被那些人擺佈 這件事情 回歸到基本面 不可以說跟共產黨搏鬥的人 就是永遠是對的 黃丹又MeToo 我們不要講了 這個人殺了另一個人 騙什麼不易開興 騙了人家一大塊錢 我們不要講了 這樣的話 我想最終你整個人生 只剩下反共兩個字 但連基本的真善美都沒有做好 還有 當你反共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共產黨做到同質同構 精神上同一個構造呢 為了自己的面 可以去到多盡呢 當你這件事 看到已經有書面的授權 的張遠亭 面對一個revocable license 都要將他這麼多年來的心血 將他落架 我是appreciate他這個行動的 他心態是怎樣 我們遲些再討論 但我appreciate這個行動 我 中大 中文系 鑑先生將學生的思作文章 拿來出版 未經學生授權 需要幾日後 立即道歉 立即全面消除有關的影響 關鍵的地方 不需要上綱上線到騙和偷的 不需要做人格分析的 當然我們這方面有自己的意見 但你 今時今日 學一下張遠亭 學一下中文系 中大中文系都比你好 中大中文系都不會說 我已經得到學生的口頭授權 他只是爭不下 你證明 你罵我 你證明 你的學生證明給我看 你怎麼沒有授權給我發 還會這樣說 不會這樣 亦都不會說 喂 我拿這些東西出去 學生已經說No to you 已經說No 中大中文系一定諮詢過當校的法律顧問 一個稱職的法律顧問 你告訴你 學生已經說No 即他Revoke a license If any If there is a license at all This license has been revoked Full stop 如果有一個授權 這個授權已經被撕背了 你還可以說 你今天你告訴我 就是這件事 喬叔已經清晰 對你 兩次說明他不滿 你還不停 你還在那裡出 然後拿去拆開來講 就說有人滋擾他的家人 很生氣 所以就是 處理得不好 好 我和你講法律 不是和你講人情 不要和我講丁蟹 最重要的地方是浪子會頭金不換 我不和你講這些 我就是你沒有殺人 丁蟹的問題就是沒有殺人 不是法官大人我認不認罪 是你沒有殺人 今天流失了兩個問題 就是在於你沒有侵權 This is the only issue I'm concerning as of this video 然後你說這個商業糾紛 交給法庭 現在鋪天蓋地人格謀殺 你文革式批鬥 大量信息跟你在那裡打架 那是否完全合乎比例呢 為何不一早講呢 七年了 喬叔已過生了 現在才講 我也講過 這些已經在 你看很多文章已經辯駁過來了 包括 但不限於徐少華 馮希潔 很多其他的文章已經講過 為何有些人 是啞恩很久 之後才會 去投訴 那你很多的一些 亂論 強姦案都是這樣 你要了解人性 就知道為何人會這樣做 剛剛都說 整個喬叔的本人 他不滿意 但是因為 黃勤大說你不要了 很多朋友勸他不要這樣做 很容易 喬叔心軟 老人家不想搞那麼多 他沒有那麼多的 精力時間和費用 去搞那麼多東西 但是心裡邊的 情明清澈已經很清楚 而且不知道在心裡邊 這次首次我聽到 劉勢良說 我已經表達了給他聽 反對 反對你出版你還出版 你說是否合乎比例 不好意思 這件事呢 我覺得牽涉到一個誠信問題 既是法律問題 亦都是誠信問題 你今天講很多東西 我覺得不合理 剛剛我講了兩點 放在Facebook上 已經不合理 再講你的儲名權的問題 反正我這一節也講了法律問題 照片是喬叔 他說儲名權 根據版權條例的理解是什麼 照片是喬叔 不可以印劉勢良 這個就是儲名權 所以我不需要你同意的 總之我處你的名字叫做陳喬 就已經你實現了你的儲名權 被我實現 被儲名 你被儲名 真實的儲名是你 你就有儲名權 這個就是劉勢良邏輯 什麼叫儲名權 什麼叫識別權 讀一下法律 儲名權是代表什麼意思 在你最後完成的作品 這個照片下面是喬叔拍攝這件事 你要去徵詢喬叔 究竟你要落真名 假名 還是不處名 要怎樣呈現你作者的身份 由喬叔到時決定 權不在出版人 權不在作者 這個叫儲名權 就是說喬叔必須要被徵詢 OK 不是說只要出版方 出版社 不用另一個名稱 代替原有的名稱 作者的名稱 就符合儲名權 沒有這樣的事 不信你問任何律師 你問英國 加拿大 香港所有律師 都一樣 因為這個處名權 其實不是local law 它的百恩公約 Burn Convention 它是關於知識產權重要的公約 裡面規定了這個處名權 即使沒有版權條例有關的條文 守百恩公約的各司法領域 包括香港在內 包括你在內 都要呢 都要接受這件事 OK 可以嗎 可以嗎 你不要發盲才行 你說完所有的東西 完全沒有 Anthony Giddens I'm not interested in that 我覺得他是死了膠 Anthony Giddens OK 我們可以另案討論 社會學家 Michelle Foucault 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即我有些事情 我不會在節目上亂拋書包 拋書包代表什麼 你會聰明 那些東西忽然不吞走 之間沒有任何的一個 你想證明的一個point 那些沒意思 本案不要side track去那些事 本案只不過是你沒有授權 OK 所以我想大概 我對於他5月15日的這個分析 法律的分析 大概到了這個位 這個時間很長 整個小時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即是要大家好一段時間 我們下一節再report 關於 羅恩偉導演 在今天5月16日 兩篇重磅的文章 將事實更多的挪跌出來 還有有對照圖 我想這件事就更加震撼 我們下一節再說